前代金门饲养了14只孔雀 因为台风来袭导致孔雀外飞 20年下来金门岛上的孔雀竟然从原本的14只 增加到了1400只左右暴增百倍之多 不但危害到飞安 当然也严重的影响到了生态 因此金门县府就委托了中山大学研究团队 进行孔雀移除计划 不过孔雀真的是相当的聪明 移除计划根本是在跟孔雀斗志 尤其金门有许多废弃的营区 孔雀躲藏道里头很难被抓到 想要杜绝孔雀的问题难度真的不小 一行人放到全身雷达寻找孔雀踪迹 山林里的叫声此起彼落 偏偏连个孔雀影子都没看到 力求解决孔雀问题 金门县政府委托中山大学生物科学系 张学文教授的研究团队 进行孔雀移除计划 移除计划以不伤害孔雀为前提之下 利用活套陷阱活捉孔雀 再把个体送到金门叙事所 集中管理饲养 减少野外繁殖数量 降低族群树 但要如何活捉孔雀 需要创意和经验 土覆盖回去之后 可能还需要用一些旁边的落叶 然后把它盖在上面 做一些演示这样子 用孔雀的思维模式 模拟推敲出 哪些路是它的必经之地 找出陷阱的最佳设置点 有时候看那个兽镜 兽镜是野兽的 孔雀它池塘走过的地方 也有一个痕迹 那这边 这边看起来就是一个痕迹 找出兽镜 买好陷阱 然后以最快速度全员离开 让孔雀卸下新房 中了中了 一只母的 踩到陷阱的是一只母孔雀 正当大伙忙着帮忙卸下活套时 相隔几十公尺的寿镜上 孔孔雀也现身了 控制住头中 你可以慢慢调整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翅膀这个 飞鱼非常的长 张学文教授团队的遗属计划 遗属量从一开始的 一年三十多只 到现在的五六十只 成绩相当不错 但是仍有一些 难以突破的盲点 移植计划本身来讲 它是主要是看陈鸟有多少 那它不太注重说 蛋或是幼鸟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 族群的增长的话 最重要还是它下一代 问题是野生孔雀 在哪里竹巢 在哪里孵蛋 毫无所惜 想要破蛋 减少孔雀宝宝的孵化 目前有难度 县政府一系列大动作 除害鸟 有人认同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有一些台湾来的鸟 有它来金门 就是为了拍孔雀 它很不赞同说 县政府就是为了 要移除这么美丽的鸟 那我们私底下也 常讲一句话 就是人正真好 这四个字 不会只有人类适用 我们常常会把情感 转移到比较好看的 动物身上 相关单位很无奈 要顾及到农作物 还要顾虑到外界的观感 实在两难 原本就不属于金门的蓝孔雀 被人带到岛上生活 现在又要被迫减少数量 金门孔雀的命运 半点不由己